哈喽大家好,我是牙耳辉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道菜是外味花生米 这道菜所需要食材是 泡发两个小时的花生 辣椒面 孜然粉 花椒面 难得 接下来开始制作 锅中 倒入500克的清水 然后倒入500克的花生米 再放入120克的冰糖 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 转中火 煮至20分钟 汤都快要煮干 然后转大火 汤汁给它收干 汤汁收干之后 关火 倒出备用 然后重新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底油 然后凉油 下入花生米 小火慢炸 在炸制的过程中 要不断的 搅动它 让它受热均匀 把花生米炸至15分钟左右 把里边的水汽全部炸干 放着哗啦哗啦哗哗时 然后关火 倒出控油 然后重新起锅 烧干锅中水分 倒入控好油的花生米 要趁热 然后倒入孜然面 花椒面 麻辣鲜 还有辣椒面 撒入一丁点点盐 中和一下它这个甜味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盛出 今天这道菜 做的完成 喜欢的朋友 可以点击一下 关注 每天都有不同的 经常菜 分享给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